为什么你要以上议员的身份当官 那么你会在意你被你的对手批评为是后门洞吗 这样子说吧 我很清楚 如果说我留在居软 我肯定会胜选 我也很清楚 如果2013年我留在星期三 我也肯定会胜选 所以我去打IDAM 我不是去选一个安全区 然后输掉 行动党的传统是我们去往最危险的区域 算了有把握赢我们去打 或者至少说我们去带动 带动有赢有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时那个情况 党认为我应该去 担任一个政府的 政部长或者副部长 然后当后来是副部长 然后首相当时也认为说我应该去当副部长 那我输了IDAM 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商议院 最后看我在国防部做什么 如果你觉得我在国防部做的工作 是值得这个国家骄傲的 比如说我们 把一份从60年代讲起的国防白皮书做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 我的这个政绩应该是 会看的人就知道是我在做什么 如果时光导流的话 那么你会不会以后门的这个方式来形容当时的这个掌声文呢 那个是 讲了就 我们讲了就就过了 不过重点我要说的是 他当时候是去选一个选一个那个区 他选输了不要紧了 当时要表达选输了不要紧了 不过无论如何 今天我想讲的是 我去打IDAM 我把我的政治生命压下去了 我也没有管 其实对我来说 那时候我是不要当 不要当部长副长 我是我那时候是想说当 我跟党的领袖 我说我想当公共交通委员会主席 结果公共交通委员会解散了 后来我说给我一个港务局主席吧 为什么是港务局主席呢 我对交通很有兴趣的 我一下来对交通很有兴趣 有时候我说给我一个港务局主席 然后后来他们讲 不要你去做副部长 你去做一个副部长 你去真的去做点事情 不无论如何 而且要讲我的人也没有关系的 我就跟他说 我那个商业员也在7月17号就结束了 今年的7月17号 好快哦 这样快就三年了 三年了 那么来自大学你还会在挨打吗 这也是很多关系你的朋友想要问的 我每一届大选我们的布局都是 该说的时候就会说 这个时间到就会知道 我肯定在柔佛竞选 肯定在柔佛 只是不懂在哪一个 我们到时候会 就是时间到我就会告诉大家 是柔北柔中柔南 这个时间到就会告诉大家 到这了 看中柔佛竞选 我们下期再见 告诉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